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大堂的实力也不过如此 你有自己的方式 我也有 我会用马球带来和平的 全体注意 认阵 细于认阵 大家绝不可以尿意情信 他们耍赖 用造手段 我们赢不了的 军月 飞起来 上开 你必须活到马背上 有机会将冲传出去 你付出什么代价 我不能输 我不可以输 这是 我的回答 你必须活到把银子跳起来 好多点 还能舍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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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球被对手抢走 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它被对方包围 我们输了 我的腰也受了重伤 我闯休养了好几个月 后来 马球队放弃了我 因为他们不想花钱养一个废人 没错 没错 它们的原话就是废人 因为谁都知道骑马最看腰力和腿力 腰受了伤 差不多就代表着无缘马球了 当我不甘心 自学药力 酒病成衣 才慢慢调养好了自己的身体 被你们收入马球队的时候 我真的很高兴 真的 因为腰伤 没有马球队要我 而打不了正式的比赛 只能教教小乐和他们这些小孩子打打马球 所以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接纳了我 让我成为了你们的同伴 我也想赢 我真的想赢 我想将我弟弟那份也承担下来 让他一起品尝这份胜利 所以 我才对秦山花了雪莲花 那是他最喜欢的花朵 我知道他不在了 但是他一直在我心中 我想让他知道 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一直在马球场上陪着他 他不会孤单 只要我还在 他就不会孤单 可是我搞砸了这一切 我 我 我搞砸了这一切 对不起 我真的不信大家啊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知道平叔不会故意让我们输掉 那么下一场比赛 平叔 我们一起赢回来 和大家一起赢回来 下一场 可是 我们已经输了 没有下一场了 而且 你还愿意和我做队友吗 我 我这种行为 已经没资格成为你们的队友了 不 我愿意继续当你的队友 你忘了吗 我们不光是队友 还是一起画过对齐的同伴哦 那时候我还奇怪 你为什么要画上那个雪莲花 现在我明白了 那是我们的另一个队友 只是他无法上场 所以需要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 还能站在赛场上的人 更加努力去获得胜利才行 俊悦 你在说什么风华 比赛就是为了获得胜利 这就是他存在的唯一目的 就算你同意 我也不会让平叔继续待在队伍里 那我就辞掉队长的职位 和平叔再组一个马球队 这样你就管不着了 你 你再说一遍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你忘了是谁在你孤身来到长安市 伸出了援手 你忘了是谁推荐你进入马球队 成为马球星星 你现在翅膀硬了 不想受我掌控了是吧 还敢这样和我说话 信不信我砍掉你的脑袋 我知道你可以砍我的脑袋 就像我知道 你是什么天上黄色的贵州一样 但是说到底 我们其实不是一样的吗 大家都有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都是普通又脆弱的人 失败了会难过 胜利了会开心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马球的规则就是这样 总有人要输的 但是为什么要因为一场失败 去定义一个人呢 马球最重要的 不是享受这个过程吗 享受骑着马 在赛场奔跑的感觉 享受挥杖击中马球的感觉 享受和队友比赛时 可以将后背完全交付给对方的感觉 这难道不是一场马球里最可贵的地方吗 而评书 是我的队友 更是我的同伴 虽然失败了我也很不开心 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也陷入到悲伤中 也不想因为一场失败 就让对方觉得自己亏欠我是吗 他没有亏欠我 我反而要感谢他 感谢他愿意和我一起比赛 感谢他和我分享了自己心底的事情 让我更加明白了他心中的想法 好好好 他是你的同伴 我就不是了 你不想当队长是吧 那就别当了 军月 谢谢你 但是 我 说错了什么吗 大家不是同伴吗 不是不可或缺 重要无比的同伴吗 还是 只有我这样认为 是不是李三郎和我交朋友 只是因为我能替他租马球队 王林 孟然 小乐平叔他们 也只是因为想要成为神策军 才成为我的队友 是不是 是不是其实 大家都是聪明人 只要我一个人是笨蛋 觉得这场比赛输赢不重要 最重要的事 大家在一起训练 一起打马球的过程 吗 到什么时候 可 文墨 平树 一 二 一 她并不开心 我感觉得到 那王林和孟然呢 难道他们不享受 一起比赛的过程吗 他们应该明白我这种心情的 你说得对 我也不想看到王林再变成一个酒鬼 他属于马球场 那是不是只有胜利 才能让大家都开心起来 看来我又错过了好戏 不过没关系 我这里有别的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大家的乐仗已经追回来了 不过看样子 好像也用不上了 嗯 准确地说 是现在用不上了 我得到最新消息 说圣上任命你们的队伍成为神策军替补 接风宴当日也需要出席 不过还是别抱太大希望比较好 毕竟现在 aha 啊 不过还是别抱太帅了 我们年轻人更遥 我得到最新消息 我得到最新消息 那么轻人 从今时开始 今时的单身 都很不鲁 作词 李宗盛 哎呀 这表演非常好看 但那舞台上的马似乎品质差了一些 都说唐马品质优异 能争善战 大唐太宗更有六匹随他纵横天下的神郡 莫非现在已无好马 只有这等猎马可用 那是因为此乃无马而非战马 两者职责不同 对于马匹的要求自然也不同 大唐有专人巷马 知马善用 自会将适合冲锋陷阵的马匹编为战马 将善于舞蹈的马匹选为无马 这也契合孔圣人所说的因材施将 不知使者觉得我说的是否有道理 嗯 你说的确实不错 不过按照我的观点 不同种类的马之间也有高下之分 就比如唐马吧 也是在引入了狐马品种之后才得到了改良 可见我狐马确实要比唐马优越 既如此 那不如在战场上看看究竟唐马与狐马 谁更胜一筹 战场也不一定便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啊 我的朋友有个马球手就常说 上了马球场就好像上了战场一样 可能在他心中打马球便和打仗差不多吧 马球场就是战场 鸡鞠就是打仗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我们的军队训练便包括鸡鞠 它能显著提升战士的奇数 提高战士的作战能力 听说中原在汉朝时期就已经用鸡鞠训练棋手 大唐也是如此 看来英雄所见略同 我想这或许就是现在大唐骑兵越来越厉害的原因之一 今天正好我带了一对马球手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比试比试 也好看看大唐与我们吐蕃 才马上的真实表现 你就不好奇 吐蕃使者为什么如此镇定吗 其实我也是今天才收到消息 吐蕃马球手全是精挑细选的战士 赛马也是战马 这场比赛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看来大唐的马球手也不过如此 还没笔就被我们吐蕃队员的气势给压住了 唐马的表现更是令人觉得好笑 安静 比赛就快开始了 不要影响马球手发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能进化 即使你更终于 你能变成磁票吗 请不吐蕃小子 还能变成磁票 这场比赛 陆雨 刚才是什么 这场比赛 还能放下 我们现在开始 现在局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只要那边那匹马 可以按照棋手的指示 拦住正在击球的吐蕃选手 这场比赛就还有逆转的可能 但是他太害怕了 无法做到这件事情 他们从小就生长在马修里 除了会去马球场训练外 就再也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 而那匹马 就是正在击球的吐蕃选手的马 是从战场中活下来的马匹 这就像让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战士决斗 根本就不公平 林子王 你不是说大唐有专人巷马 会为马匹挑选最适合他的工作吗 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 反而是我们吐蕃人 更会用马一些 他们怎么骂人 不是 骂马 而且用词非常肮脏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实在是太骑风马了 抱歉 抱歉 我一时没忍住就 我会好好闭嘴的 我想 还是两国的比赛要紧 无关人员可以稍后再处理 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这些吐蕃马看不起弱者 甚至觉得弱者就应该死在战场里 他们决定对唐马发起攻击 追看那里 这匹战马 将马球手的乐章当成了武器 也将马球场当成了战场 如果在战场上 那白色桃马已经被斩首了 是的 但是 这是不对的 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情况 马球 只是马球而已啊 为什么要变得这么可怕 他想要找到安全的地方 因为吐蕃马杰他没有死 以为是棋手失误 想要再补上致命一击 不好了 他要失控了 看来大唐的实力就只是这样了 赛马发狂摔落起手 惊扰圣上 拖下去 斩了 不要杀他 他没有反狂 也不是这么丰满啊 坐久了 腿有点麻 还请圣上见谅 是的 我和他产生了共鸣 因为这对他来说根本不公平 他只是生长在马球里的普通马匹 而他的对手 却是身金百战的战马 这个对手骂他 羞辱他 想要杀了他 而他连个安全的地方都找不到 他不仅感到委屈 还觉得愤怒 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不甘心就这样输掉比赛 他是赛马 这里是他的赛场 他想要一场公平公正的比赛 胡言乱语 我看懂马语是假 逃避罪则是真 鸡封验是多么严肃的场合 哪容得你一个小儿胡闹 来人哪 还不将他拖下去 我 圣上 吐蕃使臣还在此 莫让人家看了我们大唐的笑话 其实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想法十分有趣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就给他一次机会 我提议 就用这些马 让大唐和吐蕃再比一次 大家认为怎么样 没有人同意 没有人同意吗 神策军也不同意 看来大唐并无勇士 哦 也不尽然 这里不就还站着一位勇士吗 据说还是神策军预备队 不如就由你来和我们比试一番 既然使者想比 那就比吧 若是输了 不光这匹马要被斩首 所有上场的人 都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既然大唐天子都同意了 那就比赛吧 你 去叫你的队友过来 我没有队友 让我自己比赛 我一个人也可以打马球 大唐马球没有规定具体的人数 所以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打 你是我的队友 可是我不想你出事 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出事 我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地生活 这是我的心愿 也是我来到长安的原因 但是我好像失败了 不 我并没有失败 相反 这就是我实现自己心愿的时刻 我同意比赛 但是如果我胜利了 请圣上和吐蕃大臣 同意一个条件 那就是 停止两国间的战争 我不懂什么 这个那个的大道理 但是我知道 一言即出 四匹马都难追 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承诺 这才是草原上的男子 还应该做的事情 草原上的星星 我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了 你说过要尊重他人的选择 我记在了心里 所以这次 我要一个人上场 你要保重哦 保亲也可以 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你 俊悦哥哥 我带来了这个 这是大家亲手做的 是我们有意的象征 所以我今天特意带了过来 就是希望有机会能派上用场 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在一起 重新在一起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在一起 可是 大家有自己的选择 那次 是我错了 我不该替大家做决定 让大家用调包的乐障 不该说不当队长 重新和平树组队的话 更不该说什么输赢不重要 大家在一起打马球就好 因为那场比赛 对于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王灵 孟然 你们不理我是对的 因为我的话 相当于否定了你们 踏上赛场的动力 三郎不理我也是对的 因为我的话 伤害了他的感情 他为了那次比赛 做了那么多的努力 我明明看在眼里 却说出了那些话 让他的努力都失去了意义 我太自以为是了 对不起 所以这次 我尊重大家的选择 因为我听他说过 只有出自于心底的选择 才会为大家带来真正的快乐 既然尊重大家的选择 既然尊重大家的选择 就让我参赛吧 这就是我的选择 可是 这次我没有信心获胜 一旦输了 你们都会 会死 是吗 可是在没有遇到你之前 我就已经死过一次了 那样浑浑噩噩噩的日子 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是你说 要像点燃太阳那样 点燃我眼中的光芒 现在 我心中的太阳已经被点燃了 我不能让它熄灭 你也不能 这就是我的回答 也是我的选择 王林哥哥 孟然哥哥 你们 你们要参加比赛 你们不胜去 叶哥哥的气了是不是 大家还是像之前那样 是好队友 也是好朋友 可是不可或缺 重要无比的同伴 虽然还有些生气 但俊悦都道歉了 这点小事也就不重要了 毕竟 我们是朋友对不对 朋友之间发生点小矛盾 也是很正常的 说开了就好 好啊 我们一起比赛 就像训练的时候那样 大家高高兴兴打马球 只是 只是 只是如果我们输了 我娘怎么办 我 好 我们一起参加比赛 这次 我们一定会赢 不是你说我们是朋友吗 既然是朋友 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我到底为什么要站在这里陪你们发疯啊 肯定是和你还有君悦这傻小子待久了 所以也变傻了 罢了 罢了 谁让我们一起做个对齐 许诺国要做什么同伴呢 就让我放纵一次吧 听说你们是因为败给了神策军 才成为他们的替补 神策军都打不过我们 就凭你们这些老人小孩也想翻盘 做梦 不过 我佩服你们的勇气 这次比赛 我会让你们输得体面一些 别害怕 有我在 有我在的话 就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整场比赛 我们都会并肩作战 因为这不仅是我的比赛 也是你的比赛 还记得吗 你想要公平公正的比赛 但有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对手 就像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命运一样 他经历过战争 看起来比你强壮 但这又怎么样呢 这只是马匹之间的不同经历 并不代表你天生就比他弱小 只要你想 你也可以变得强壮 变得强大 因为能让人发挥出力量的 不只有身体 还有心 只要有一颗不放弃的心 你也可以赢 相信我 只要你想赢 只要你坚持下去 你就一定可以赢的 马尔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工具 也不是做棋 而是我伴 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你也是 我们只是分工不同 所以 我想让你自己做出抉择 而无论你选择什么 我都会理解和尊重 我 不 是我们抢到球了 没错 他们是在为你欢呼 因为这个球是你抢到的 你没有退去 你帮助我抢到了马球 是的 你们也不用害怕 这只是一场比赛 身处于赛场中的你们 身份是相同的 他们有可以配合的伙伴 你们也有 和自己的马球手伙伴合作 一起赢得胜利吧 全体注意 节鱼林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 将士在战场经历过生死磨练后 特有的气质 可是 他们本来就是战士啊 这一点在吐蕃马球队和神策军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之前仔细分析过他们和神策军的比赛 神策军因为马匹问题 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轻松让他们获胜 但同样 吐蕃马球手们也没有发挥出所有实力 下一场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比赛 他们绝对不会再藏桌 也就是说 下一场比赛 才代表着这些吐蕃马球手的真正水平 我看过军营里的马球训练 那可比民间比赛还有皇宫里的表演赛严苛残酷多了 所有人学的都是杀人的本事 练的也是杀人的技巧 下次比赛 大家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可这是马球比赛 军营里的那些东西在这里根本用不上 是犯规的 小乐 你还是太年轻了 这么和你说吧 双方追逐过程中 若是有人落马 哪怕知道对方是故意转过来的 你能怎么办 有人故意用月仗打你眼睛 你又能怎么办 我得罪那个老王八后 有不少人想用脏手段让我下场 只是我运气好都躲过去了 受伤还是好的 若是像平叔弟弟那样 抱歉平叔 我不该提到这点的 没什么 我既然选择站在这里 就早晚要面对这件事情 小乐 王灵说得没错 马球比赛里会有人故意伤害对手 让对方遣缘 我弟弟就是这样 寻常比赛都会如此 更何况现在是国家间的比赛 大唐需要胜利 可吐蕃也需要 两国立场不同 我们这些马球手 也注定无法置身事外 下场比赛肯定不好打 但就是再不好打 我们也必须打 而且必须打赢 因为决赛后我们就没有训练过 策略战术还是对付神策军的那一套 若是这场输了 等第三场吐蕃熟悉了我们的打法 就更不可能获胜了 到时候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地 优优独播剧场上 这是围颠打员 小乐 平叔 结成玉林阵 莫然 王灵 配合队友接近突袭 结果哥哥 小乐 不要冲动 回来 我没事 不用担心 倒下的时候我调整了角度 马儿也没事 就是受了惊吓 恐怕需要重新安抚了 对不起 我又拖了大家的后腿 对不起 要不然 我们不比了吧 图伯马球手他们耍赖 用脏手段 我们赢不了的 小乐 你说你要成为比我还厉害的马球手 那么你要明白 真正的马球手 永远都不会放弃 马球场就是他的战场 这是属于马球手的信念 也是属于马球手的坚持 失败嘛 谁都遇到过 但是你不能被失败打倒 因为运动就是这样 因为赛场就是这样 也许你会遇到很多场失败 但是永远都要向前看 向胜利看 这就是运动吸引人的原因 这也是这些观众 会来到这里看我们的原因 他们不是来看着我们失败的 而是来和我们分享胜利的 两个傻小子 算了 我现在的行动 也没有聪明到哪里去 还是聊聊 怎么战胜吐蕃队吧 要是那些战马再多踢几次 不只是这匹马 所有马都要陷入恐慌了 到时候 我们便会重蹈 身侧军的老路 因为马匹的原因陷入失败 是战马的血 这些训练内容 吐蕃领队那匹马 使出来的是战马的训练招式 厮杀时 有的战马会配合起手踏起尘土 方便起手收割敌人手机 还有围点打员 都是战争时的策略和技巧 这场比赛是为了阻止两国的战争 没想到我们自己却先遇上了战争 不过军月 你怎么会对这些这么熟悉 我以为用兵法打马球是你的兴趣 没想到 你竟然连战争的具体细节也清楚 我没事 反倒是评书 你还好吗 我刚才坠马了 会不会让你想起什么不好的回忆 是啊 一切都过去了 就像俊悦说的 就像真正的马球手要向着胜利看 像我以前那样可赢不了 我弟弟 应该也不希望我这个哥哥这么没用 只能和他在赛场上分享失败吧 接下来的比赛 大家不用担心 我会用马鱼指挥大家的赛马 我知道战马的作战内容 也分辨得出来 会在战马们攻击前 就让马儿闭上眼睛 大家只需要专心比赛就好 一切都交给我 我一定会让大家获胜的 耀了 我金子 实际上 总有的人 他们需要 主义 做什么 他中国我 学习 我的 送你们一个礼物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人会伤害你 腿上的伤口撕裂了 还有脚 可恶啊 我本来不想让大家担心的 你三郎说过 若是输了 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定 队友们是因为信任着我才参加比赛的 不能让他们失望 必须 必须要回到马背上 少机会将马球传出去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老队友们做出什么 解释 老队友们做出什么 又是输了 快点 封闭 年龙 忘了平时的训练了 可是训练内容 不是打马球吗 马球 训练内容是有马球 但这只是手段 最终的目的是杀敌 你明白了吗 所以捡起你的刀 用我教你的那些技巧 做一个战士该做的事情 为了什么 自然是为了和平 为了我们身后的人 不然你以为我们站在这里 流着血 受着伤 只是为了我们自己 若是没有我们 以血肉打出来的防线 不需要明天 今天这些匈奴就会南下 去抢我们的粮食 去杀我们的同胞 难道 就没有其他办法 一定要其他办法的 一定要的 就算不死这么多人 也一定可以让大家都 过上和平的生活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办法 军月 没有人生来就喜欢打仗 身处于战场的人 是不得不战斗 因为敌人不会主动认输 就算不是我们流血 也会有其他人牺牲 只是你我刚好 是其中之一而已 听明白了吗 我们的牺牲 是为了别人 为了那些活着的人 可以不用走这条路 可以过上 自己想要的生活 是为了我 锦岳 你的马球是和谁学的 打得也太好了吧 我看过好多马球手的比赛 都没有你精彩 不过可惜了 你这技术要是在长安里打马球 那些大人我还不得 争着抢着认识你啊 为什么要争着抢着认识我 我只是个普通人 哎呀傻小子 你不知道 我们圣上可喜欢打马球了 听说有不少湖人 天天在安抚门外打马球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被圣上看中 一步登天哪 还有藩帮为了两国的情谊 专门派人过来和我们打马球呢 郭将军 你有自己的方式 我也有 我会用马球带来和平的 马儿 你曾说过你不甘心 其实我也不甘心 我不甘心来到长安这么多年 却还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 我不甘心因为救你 而让我的队友陷入危险 因为我身上背负的 不只是我自己的性命 还有队友的性命 还有那些曾经在战场上 为了救我而牺牲的战友 以及马儿的性命 不能输 我不可以输 我答应过他 要带来和平 只是 我的回答 紫月 危险 上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球 就先交给你了 全体注意 潜于令阵 王林 这里 把球给我 想赢 没那么容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说过 我们是伙伴 而伙伴之间 是不会互相指责的 陷入恐慌没什么 我也会有害怕的时候 更何况 我也没这么受伤吗 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些皮外伤 马儿啊马儿 我才知道 原来人间的事情 是这么复杂 和世界有如此让人痛苦 但是 我爱这个世界 因为我遇见过许多好人 遇见过许多好马 你也是我见过的 好马之一 我希望大家能够 长长久久 开开心心地活着 所以 我们必须继续比赛 走吧 我的战友 我的伙伴 只是我的比赛 也是你的比赛 带来说 中文� Pur improvement 如果我看你 我一定要感ent 我应该让你 我 Jo 抹带你 看我 免得我 谢谢你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我一定会进球的 我们胜利了 你看 我们胜利了 不是吧 俊悦 你第一个想到的队友 天然是他 难道不应该是我呢 不同的 你和他是不同的 他是 他是草原的星星 而草原上 天空和星星 都是神圣而重要的存在 他在我心中也是这样 行吧 行吧 你开心就好 我今天已经够疯狂了 再多受点刺激也没什么 谁敢刺激你李三郎 你们怎么是这个表情 我可是你们一获胜就赶了过来 难道这样 还是错过了什么趣事 君云哥哥 你刚才的动作也太帅了吧 像这样 咻 一下子就把马球打进球门里了 我以后可要多学习学习 是得多学习 因为小乐你啊 现在可是正式的马球手楼 年轻人啊 就是有活力 以后啊 我要多和你们打马球 这样才能越活越年轻啊 这场比赛过后 我们也算是在大唐扬明了 而且有了林四王做靠山 这都多亏了你啊 军约 以前 我只觉得你是个勇气的孩子 但这场比赛 让我看到了你的另一面 现在 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 整场比赛 我的目光 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 你究竟使了什么手段 那白色堂马明明害怕我的战马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不怕了 还有 你说白色堂马只是在马场里训练过 怎么会比战马还要优秀 因为我将它视作了伙伴 而它也是如此 你的战马很优秀 但是我必须说实话 它并不开心 战争 让它的心里受到了创伤 它承担了太多 它无法承受的东西 如果你相信我 就让我来训练它们吧 我保证会让它们忘记伤痛 成为快快乐乐的马儿 到时候 它们打起马球来也会更开心 就像我的马儿一样 你 你不怕我利用你 等你训练完后 用这些马在打败你 我不害怕 因为马球就是马球啊 许多人会将不属于运动的东西塞入比赛里 但是我永远记得初次打马球时的开心 人生已经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了 就不要再将能让自己开心的东西也变得不开心 初次打马球时的开心 没想到你也是个洒脱的人 这些马儿就交给你了 下次 我们可要痛痛快快比试一场 痛痛痛痛痛痛 脚也痛 手也痛 哪里都痛 君悦 你还能走吗 大家立了如此大功 圣上肯定要召见我们论功行赏 你是最大的功臣 也要财长 不然那群老臣又要大足文章 算了算了 坦然有人受伤还不好好休息的道理 到时候我去解释 有问题也是我担着 剩下的人该编入神策军的编入神策军 开封官职的封官职 两不耽误 可是你出了这么多力 怎么能因为照顾我就 哎呀 哎呀还真是坚决 这莫非又是你的另一面 我真是 我真是越来越觉得有趣了 我说过 我不会拒绝你的任何要求 所以 大家都听到了 走吧 难道 还要我请你们 那我走了 金月 放心 我肯定会让圣上 封锁大官 官职就不用了 如果可以 就让我和其他国家的马球手比赛吧 我想用自己的手 来策紧和平 不得了 绝尹哥哥 你放心 如果圣上上次好吃的 我们肯定不会偷吃 一定会等你过来一起吃的 没有东西 我只是想 摸一下你 其实我以前 有过一起笑一起哭的好朋友 也被一家农户当成亲人收留过 但很快他们都死了 是我送了他们最后一程 之后我就四处漂泊 驯马为生 虽然有时候会被认为是妖怪 赶出村子 但大多数时候都过得挺开心 真的 就是有时候看着大家 会觉得很孤独 你说他们是常人眼中的怪人 但却是你最真实的家人 那些奇怪 是他们独一无二的特点与个性 那 我也是这样吗 我也是你最真实的家人 也是你眼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吗 动马九 我是动马九 草原上的星星 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 因为 我也会将你深深印在我的心里的 走吧 我们去空桑 去你说过的那个属于我们的家 没关系 我的身体虽然受了伤 但是我的心好高兴哦 非常非常高兴 无论空桑在哪里 有多远 我都会去的 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 现在就想 在里面看了这么久的书 不会无聊吗 要是我看了这么久的书 肯定头都变大了好多 看书都无聊啊 不如一起来打个马球吧 我已经将你的乐章带过来了 在马球场 我可不会放水哦 你要小心喽 拐跑 你不需要拐我 我就会跟着你跑啊 因为你是我的星星嘛 你在哪里 我肯定就要跟到哪里啊 你是说破真的事情吗 没问题的 我相信你 而且你还有我呀 两个人一起想 肯定比一个人想得快 走 我陪你一起去看书 我们肯定可以找到 破真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